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倩哥 我是说三大位英语的倩哥 今天的视频呢是和大家来分享 天坑之作 CT 合集 因为之前那支视频有小伙伴给我发弹幕 发过一千条 所以我们逆某安排上 安排 安排 如果大家想看 CT 真假对比也安排 点赞超过3000 我们就逆某安排 CT 真假对比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支 CT 合集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呢 往下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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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做这支 CT 合集之前 倩哥有去调查一下 大家对于 CT 最关注啥 然后我懵逼了 我真的懵逼了 大家买 CT 最想买什么 请大声的告诉我 K.O.M.E. K.O.M.E. 不知道我有没有猜对啊 如果想买口红的呢 就请扣1 如果想买眼影的呢 就请扣2 诶诶 那我之前我以为大家最想买的是 CT 的眼影 然而 然而 不是的 不是的 大家最想买的居然是 CT 的口红 我有一些惊呆 不惊呆了 不惊呆了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啊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说到呢 就是 CT 的口红 那我手上买的色号呢 并不多 CT 我的色号呢 也不多 那我就若然两只 来和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 CT 的口红的王炸产品 来自于他家的 我可 我如 蟹 是这一只 这一只啊 这一只呢 是一只 玫瑰豆沙 哎呀哎呀 就 那种形容啊 玫瑰掉的 温柔 通勤 诶 人处无害 many many people 我特别喜欢这一只啊 喜欢呢 因为我现在开始转洋词了啊 但是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还好哎 就没有特别显摆 但是显气质 显温柔 日常中情 它是有的 大家看一下 是吧 是吧 这个没有花生包 嗯 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你黄二白 黄一白都可 那黄三白的话 我就不大建议 像这样 嗯 友谊说一啊 这个口红的质地呢 倩歌我是蛮喜欢的 它虽然是假光质地的 但是我觉得它 更偏待有一点 就是它涂的时候 不会一下子磨冷 或 哎 把 哎 我给你老多颜色 你一瓦在这 你看前景就很爽 它不是的 但是很清凡的 覆盖在你的嘴面上 然后呢 它也显色 涂上嘴呢 也没有不着感 也没有滑肝感 整个 浮的这个过程啊 是很享受很愉悦的 第二支呢 也是 CD家比较火的色号啊 这个色号叫做 帮得狗 帮得女郎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对啊 很多人说它是 秋冬的颜色 一秒入冬 秋冬的代名词 但是在倩歌这 我觉得它不是 哎 这么说吧 如果它是秋冬的代名词 那倩歌的人生中 以后就没有秋冬了 只有春夏 我觉得这支颜色呢 它是一种子中调的 豆沙色 反正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啊 刚刚的那个work off线呢 你可能是个小女孩 那这个你涂了你以后呢 你就变成老阿姨 所以这支啊 我就真的不建议大家买 可能 maybe有一些人喜欢吧 讲着黄皮啊 纸调的口红 一定要胜选 一定要选 非常非常好看的 但是帮得够这支 绝对不是你最佳选择 这个涂上嘴的颜色 就特别特别像 那个火影人者里面 我爱裸他哥哥的唇色 我爱裸他哥叫啥来的 等等啊 我是个火影名 我居然不知道他哥叫什么名字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 对对对对看酒狼 这个颜色就是看酒狼的颜色 那接下来呢 切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CT家的眼影 我手上CT的眼影啊 有六盘小盘子 还有一盘长条的这个 其实我想收那个面部综合盘的 就一直没想到货子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先从小盘子开始讲啊 那第一盘要和大家说到呢 就是来注意CT他家的皮诺托克 这一盘呢 讲到你说实话啊 如果不出视频 倩哥我是不会想买的 因为之前我有在专柜摸过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 它就是一个全粉调的眼影盘 四个颜色 每一个颜色都很粉 这四个颜色呢 都长得差不多 除了那个深棕色 它在你眼睛上的效果 就跟直男一样啊 看你嘴上的口红 吃土色 豆沙色 肉桂色 它们看起来都一样 那这个眼影盘在我这都是了啊 倩哥不是谁猫啊 我也不是子女 我还是都分清楚颜色的 讲着它们变化真的不大 那皮诺托克这一盘 倩哥的感觉就是啊 如果你不是个种眼胖呢 你画出来 你就是人间水蜜桃 那如果你是个种眼胖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消腐种这样 接下来这一盘呢 这是倩哥的真爱啊 就是我眼影盘有很多 唯一一盘铁皮的就它了啊 这个色号叫做 XAGEYES 我没有说简称 我平常把它简称EX 但是我发现很多姐妹把它简称是EE 这一盘呢 我真的推荐大家买 虽然它是直中色的啊 可能有些妹子会担心 她会不会画老气啊 把人画的封城啊 这些你们都不用担心 像倩哥这种扎技术 画了轻松一上手 而且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凹凸慢啊 你的眼睛原来是在这儿的 我跟你说 给你立马按下去啊 按下去它起都起不来的 嗯 那这里面呢 基本上CT的粉质它大部分都懒过了 给大家感受一下CT的水平怎么样啊 里面有这种哑光色 其实CT的盘子它不太爱放哑光色 很多很多全珠光的盘 这一盘里面有个哑光色 我还挺感兴趣的啊 然后里面这个亮片色 讲真就有很多牌子有在做CT的平替 或者是说复刻CT的这个 但是你倩哥的心里话来说 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达到CT的标准 就是低调闪掉的闪 就跟孙悟空在汤蓝买军的念咋楼里面一样啊 我随你怎么念 你想怎么念怎么念 哎我还是我的真本色 它这个尿片是它做的的 那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断光之地 可能有一些妹子不太喜欢断光 我觉得它这个断光 我觉得还算是做的不错的 因为断光如果你皮肤 就是质感不是很好 耳机里不是很好 它就很容易显纹路 但是倩哥用它的话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然后它这个眼光色呢很顺滑 咱们小盘的眼影啊 术小就是轻声易上手 好话笑总不服服 不服服 不服服 这一盘轻松搞定 如果买CT家的盘子 只想买一盘 然后天长日久的用 上班又上学又 你从你毕业一直用到你上班 你就买这一盘就完事了 接下来这一盘呢 是来自于CT的DV 这一盘的名字叫做 The Doorspot 现在它改名字了 叫什么Belta 还是Besmo 名字打在这儿 这一盘呢 为什么倩哥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名字 因为只想买到家的了 我很神奇 我很神奇 朋友们朋友们 如果2020年 大扎还要想买DV的话 它已经改名字了 如果你买到这盘 名字还叫DV 90%它就可能是假的 假的 假的 这盘眼影盘呢 我觉得你可以买 但是说没到非买不可的程度 你倩哥的想法是说就是如果你的技术 你觉得我可以 我不错 你已经到钻石级别了 那你可以买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 我就劝退 劝退 因为这一盘它的颜色啊 就是很容易画重手 大家看一下 除了这一颗 大家看一下 这三颗颜色都是那种眼尾加深色 就是你画的过程中你就情不至今 忍俊不精 这是什么词啊 就你不明其妙显移默化的 你就会越画越重 越画越重 一般来说啊 就这种眼影在你眼睛上的龙蛋呢 是有人为操控的 你技术好 你让它可龙 它也可龙 你让它可大 它也可大 但是呢 就对于我们这种技术不大型的人 你就情不自禁就把它挂重手了啊 像我之前就挂过一次 真的我现在在开我那个专 我都觉得好笑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所以这一盘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买 但是它这里面的这个亮片是 确实好看 我感觉它很像师傅男的292 如果大家是被这一颗颜色吸引的啊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它的评价替代这一颗啊 这一颗 其他的三颗我就觉得还好 还好 那第四盘呢 也是一盘全珠光的盘 也是现在CT上很火很火的一盘啊 其他名字大家都会激动 大家想一下啊 CT上最火的口纹叫什么 Walk of Sheep 那这一盘眼影呢 也叫 Walk of Sheep 这一盘也是全珠光的一盘 大家看一下 这一盘呢 我个人建议啊 就是新手小白呢 也不大建议印版 我觉得摆眼影盘呢 还是里面 亚光珠光都给大家搭到的会比较好 这盘也是一盘全珠光的 而且这两个颜色我觉得 是有一些接近的 你平常画呢 也能画出那种红豆可可呀 红茶的颜色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显色度啊 对于其他的盘子来说 它也是有一些些高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尝试这样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爱这种红棕色啊 比如说 Halorful的玫瑰爆红啊 这种颜色你多爱的话 这一盘你应该会喜欢 接下来 向哥要和大家说到呢 是今年夏天的一盘 叫做 不是今年夏天 去年了 哎呀 我怎么思维还没有到2020年呢 我不知道大家合不合我一样啊 我只有过了年啊 过了我们中国的大年以后 我才会觉得 这是新的一年 前面的一两个月 是用给我来做日盃的啊 我现在我还觉得我在2019年 这一盘呢 是陆北寄给我的 我觉得呢 它里面是全珠光的颜色啊 画出来的妆效 就比较像 八九十年代 或者是00年代 香港港片的那种 调调 而且也很像他们画出来的那种妆 颜色呢 会比较接近啊 虽然它是一盘限定盘 但是它这个限定的钱呢 我觉得它不值 它不值 没必要收 没必要收 我好像发现 它这两盘啊 它也是一个珠光色 加一个粉片金的亮片色 等等我 等等我 朋友们 朋友们 我刚刚发现 这三盘的 这一个左边的颜色 都长得一样 没有区别 大家看 真的 我的天哪 你还是我的CT吗 你还是我的CT吗 我觉得你不应指如此啊 去眼影盘 也太过走行的吧 嗯 那这三个很相近的配色的话 如果让我选 那我还选皮罗托克吧 真的 就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还是它比较好 因为我个人呢 不是特别喜欢全珠光的盘子 我喜欢珠光和哑光都有的 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一盘呢 叫做Tri4S 这一盘呢是TF26号的评价替代 其实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TF 的时候健哥买了TF 对比了一下TF26号 没有4T的好用 尤其是TF的棕色实化不太好晕 我也没有TF的26号 我那会儿就是被他说是TF26号 凭着Tri4S 新影城买的 那对于健哥 我来说他值不值呢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健哥刚刚也和大家说了 就我不是特别喜欢全珠光的盘子 那这个盘子呢 里面它有一半的眼光 我感觉它既像TF26号 也像香奈儿的268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盘的粉质很不错 很不错 哑光顺滑 珠光软弱 而且你买的是专柜的牌子 一盘兼聚了三盘 你想想嘛 你有TOM26号了 你又有CT了 你又有香奈儿268了 哎呀妈呀 这三盘搭在一起也得15600吧 哇想想就很开心 一盘在手 三盘都有 那健哥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 我是很讨厌 整个盘子里面的颜色 都长得很相近的 那这一盘啊 大家可能会感觉 这两个黄比较接近 其实不然的 不然的 这两个颜色 你都可以把它用来 当做单独的眼中体量 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这一盘呢 倩哥真心掏心窝子的 给你们说啊 除了EX可以买 这一盘也不错 哑光珠光都有搭配的啊 你们是倩哥的千妹 我希望大家花点钱 直 看了倩哥的视频去买 他直 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 这一盘呢 是来自于CT的2018的圣诞限定啊 这一盘呢 已经没有卖了 我是被他炒到勾杀的时候 1000块钱收的 那现在他家有复刻 复刻的话 他有把里面的颜色提出来了 所以在这呢 也和大家说一下 我不知道复刻的粉质怎么样 我有去看其他博主的测评 就好像没有原版的 那这一盘的话 我觉得是不错的了 但是里面的亮片色 反而没有小盘子的做的出条 做的惹我你啊 没有 所以我很期待他小盘子做的怎么样 那2020年CT这种长条盘 他有出到金色的 有一点像他家那个高光修容盘 佛光普照的那个宝庄 我很期待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卖 如果有卖我要去下订单了 那这一盘呢 如果你喜欢粉粉纸纸的 中纸的我觉得不错 但是他的颜色呢 过于鬼打墙 他没卖就没卖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 那你就等着啊 只要我们耐心久 一定就会等到他变成常态牌 像刚才的Pirotalk啊 还有EX啊 这些啊 以前都是限定牌要抢的 现在就很好买了 所以大家多等等 多等等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底妆的部分啊 CT可以说是一个全品类 无差品的品牌 但是我觉得这个粉底液 我没有很喜欢 就是CT的这个系列叫做什么 AR Brush Fearless Foundation Stay all day on the night 这一款的话它是游戏用的 我觉得它遮盖能力还蛮好的 因为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前一天我录了尺寸秀内膏 就我脸上的痘痘都盖不住 那我第二天用它我觉得能盖住 但是它后续持妆啊 就你出门它不太能带 就巨浮粉巨斑膜 比那个蛇皮口袋还要杀人的妆子啊 因为我之前出门的时候 我去找小黑丸嘛 我俩就去喝奶茶 我的天哪 满眼皮屑啊 就这样一个两个三个 点点点点点在眼上 太杀人了 但是它后续呢 它会稍微好一点 就是根据你皮肤出油了以后 它会好一些 那这个粉底液呢 我有看博主 把它放在爱用品里面啊 可能我觉得因人而异吧 我今天用呢 一下我觉得没有上次那么差 但是上次 之前我用了四五次 每次都起皮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人有关啊 反正我给他的印象还是不大好啊 就仅凭倩哥起的那四五次皮 抱着那四五次五恩 我就不建议大家买啊 再观望观望 那接下来这个呢 是CT的粉饼啊 CT的粉饼 这一块呢 它卖的价格也就两百多 讲到你说实话 大家如果有在观望 那个一大饼呢 就不用去买一大饼了 买这个就完了 我觉得它比一大饼好用 还比一大饼便宜太多 你买一款一大饼 你可以买二三块 这个CT的粉饼 只是CT的粉饼 这个颗大饼有一点小啊 它只有八颗 然后你轻轻一刷 它就很容易刷铁皮了 就它这个坑真的真的很鞋 就我觉得我要把它用完 应该不需要三个饼 CT的这款粉饼呢 倩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它适用于干皮和混干 或者是混牛 那为什么作为油皮的倩哥 我也买了它呢 我就是因为大家说好 用文章讲试试 然后我就买了 这款粉饼呢 你脸上爆皮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用的啊 补妆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就算你没有用吸油 只把你脸上的油光吸掉 你直接补它 它也是可以把你的油光吸掉的 而且不会斑驳 对于粉饼 倩哥的要求就是 不斑驳 不卡 不拔干 那它呢 都做到了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CT它家的高光 但是讲到你说实话 倩哥没有买它家那个福报普照盘 因为我觉得那个太贵了 有一点什么的吓死了 那我手里有的这一盘呢 也不是我自己买的 我真的还买口呢 这种专柜产品啊 我都是 就是等它降价 或者是等它打折 忍忍忍忍忍 忍到我自己不能忍到我再买 所以这一盘呢 是五哥送给我的 讲到你这一盘真的非常非常的美貌 大家看这个包装 啊 好看就完了 真的 那这里面的这个印花 真的很好看 Glue Gasmo Nave Nave you BCBC 那CT的这一盘呢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那种彩妆爱好者 如果你是彩妆爱好者 我觉得你买它没毛病 那如果你是想买来用的 倩哥在这儿劝退 劝退 劝退 因为它这个高光的颜色呢 有一些些深的啊 它这种就是那种 画眼睛的那种眼皮打底色 你涂鼻梁的话呢 就会涂在鼻梁上啊 它比你的肤色会更亮一点点 但是它还放着一种 很奇怪的金属的光芒 反复的在散掉 就和你的皮肤不能融为一体 没有凸显出来 它的这种色调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另外的是它这个腮红 这个颜色 想象我觉得做腮红是用不了的 这个的话勉强 勉强 那它的这个修容呢 大家看啊 我上的时候就实劲实劲实劲的刷 它真的没什么颜色啊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就是C切的修容不怎么显色 其实倩哥的手法真的很粗糙 我往里面搓搓搓 勉强的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像这种盘子真的就属于啊 你买它的时候 你有万般的借口 万般的想象 然后用到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它有一些些鸡肋 然后就看看就好的盘子 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呢 是CT的腮红 我发现有很多妹子在买CT的腮红 那倩哥 只有一盘 但是我仅这一盘 我就不会再买CT的腮红了 我觉得CT是一个全线产品水平都很高的品牌 但是它的腮红呢 是低于CT的平均水平的 因为我出这支视频的时候 我是先化了妆 然后再来录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腮红 上在脸上 它是自带高光的那种效果 我并没有刷就是中间的这一块白的 我只刷了外圈 然后它这个粉呢 它是很好用的 也很好上色 但是它显色度又不会太高 就微微提气色的那种感觉 这一盘腮红呢 就感觉啊 你挑不出它的缺点的 我用它 我感觉我就是个恶婆婆啊 在这挑新媳妇的字 其实人家做的也还可以啦 就硬给人家挑字 但是本则 倩哥的心里话说啊 我希望我的倩妹 买了产品都是大家秤心如意的 我觉得它这个腮红 可以 但是没必要入 最后呢 倩哥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就是CT家的产品 如果大家一定一定要买的话 最值得买的并不是他家的口红 而是他家的眼影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儿了 大家如果对CT生产对比感兴趣的话 记得 3000赞 3000赞 3000赞